护士小姐 还有事吗 这件事情很严重 我是警察 这位女士牵扯到 我正在办的一件案子 在警力支援还没有到之前 我希望你可以严格地 帮我监控她 我 这间病房的钥匙 我去 喂 喂 是我 有事吗 昨天晚上对不起啊 太累了 睡着了 累了就好好休息 你生气了 我没有 我现在很忙 没空想那些无聊的事情 明明就有 你在哪里啊 我在医院 我在你诊所里面 没看到你啊 我在医院 医院 你为什么在医院 你生病了 搞什么 搞什么 你还好吗 嗯 没事 我很好 为什么要自己承受 什么 单亲妈妈压力肯定很大 就算你不承认 你跟我哥在一起过 我也猜得到 是我哥对不起你吧 我可以替他弥补这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哥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们俩从小抢东西抢到大 我们永远喜欢一样的玩具 一样的饮料食物 甚至同一个隔壁班的女同学 难怪我哥不让我知道你的存在 他怕我也喜欢上你 你想太多了 而且你们两个一点都不像 那是我刻意地改变了我的外形 选择了不同的职业 但我发现 因为你 无论我做什么改变 我跟我哥都还是一样的 我发现我的眼睛根本离不开你 我可以代替我哥照顾你 我真的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怀的是我们家的骨肉 你搞错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怀了我们温家的骨肉 我就有义务照顾他 不是这样的 你要去哪里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跑 故事 故事 这人有毛病 抓住他 警察办案 你不要相信他 他是骗人的 我是海岸镇警局警官 编号二三三 我正在调查这位有事 他不是在办案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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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下 你这算什么 软禁吗 麻烦你 我用一人来一下 先待在这里 荒谬 不荒谬 等我把事情弄清楚 我自然会让你出去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我有 我是我哥的弟弟 是你肚子里孩子的叔叔 我是注定要照顾你的 你等我 我会想出办法的 不是 不是 跟你说你搞错了 也不听别人解释 开门哪 中文字幕先 至不处 中文字幕传言 中文字幕传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